詠春三道拳中,有某些動作是對身體養生 在醫學物理學來說,是有幫助,例如肩膊痛 小念頭,前禁手後禁手,如果你的肩膊痛有問題 醫生都是叫你做這些動作 同時,拳衝出去,圈手 我看網上說,手指的fingering,如果你動動 會增強你的腦部,加強你的思考力 是對腦部有益的 所以,就算我們玩標指角的圈腳 吃著第一圈腳,都對你的腳碗 和你的爪,和你的肩膀 是有加強的 所以,人的健康很壞 首先,由你的雙腳開始 你一雙腳不碰,你的健康一定衰落 所以,有時見長者老人家的手腕 在雙手腕裡,拿著兩個波子 在手腕不斷地動動,令到你的手腕活動 如果你的手腕活動,會刺激到你的腦部的思維 醫學就說,會令到你的肩膀 這下日治拳,我自己一扯出去 跟著靈魂貪手 我收拳回來,我是有扣住的納手 就是我自己的習慣 為什麼我會重複尋喬這一節 為何我會重複尋喬這一節 那個低拋爭 會玩這兩節 因為我學時,某師兄教我 就是拋爭 拋爭,跟著圈手,跟著標指,跟著疾手,跟著打相仗 所以我認為,師傅一定是有 早期和後期,教的徒弟 有些少出入分別 有些少改過,或者加過 所以我認同某些師兄說 早期和後期的師兄底 有些少改過分別 等於我見過有些人打妝 我們同門有些人打妝 為什麼我見過早期 羅阿山那些師兄打妝 是沒有我們後期二十下的裝手 一拍手,跟著搭腳,跟著起橫腳和標指手 他們是沒有這一下的 而我們是有這一下的 所以我認為,師傅曾經是 是後期改過,有些手法和裝法 這些是不出奇的 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這樣的 裝法的二十 我自己想過,形容可能是這樣 即是 一拍就搭腳 起橫腳 這一下 這一下應該是 阻折對方的衝勢 那一下標指高 那一下標指高 那一下高的標指 應該就是 是消解 如果對方仍然在頭上 踢一腳過來 用那個標指去消解 我就認為可能是這樣的用法 會否還會做到 車子 也行 會不會 在一起 就像誰 姐妹 不 在一起 開門 所以 這個吸杖呢 我自己玩呢 我吸下去呢 我就順勢坐坐馬 這個作用就是 以我身形呢 如果對著高大大我一些呢 重大我一些呢 如果它一重壓在我橋面 在我爭面那裡呢 如果我有機會一吸 呢 一吸上去由底走上去的面呢 我會將它整個人的身形拖拖下去 向下拖 等於坐升級的時候 升級突然間失控坐坐 坐一坐下去 那整個陣陣會令到你整個人 會失去你的平衡 這個作用就是這樣 我標誌吸杖呢 我整個人要左坐去的 由因爲 自己的身形不夠重 所以我就是要一吸杖 坐坐 坐低 馬車小呢 如果我將對手一吸 那個陣陣會令到我 我拖它下去 用自己的體力拖它 落下 好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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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臂 這下手我自己想過再加一些小的弧度 一扣,一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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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下,好像類似這個,翻回來 其實這下就是疾手來的 在外面發出去,跟著爪位翻回來 這下其實就是疾手來的 就算扯拳,標指,修拳那下 都是疾手來的 但是我們沒有留意到 其實是有這樣的作用 一扶手,一扶手,再扎一扶 用碗,扎一扶 爪,沉一沉 去去 發 發 發 枕 一扣 發 一扶 一扶手,一扶回來 一扶手,一扶回來 一扶一扶 一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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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翻 上去 交換 發 一扶 一扶 發 牛肉 看出我和外面玩不同 或者和你都不同 因為我摸下 我的頭一定不會跌地 我眼睛會望向前面 可能登攻我的頭 是望向前面的 因為你對敵的時候 如果你是被人放 或者被人扔開 你沒理由這樣摸頭 向後走 如果我塞 我都要望 我都要看著你 我這一下就不一樣 因為我想過 如果你被人扔開 飛到後面的話 人家追過來 打你 你起碼踢在那裡 你沒有理由抬低頭 不望向前面 你都說是鬥雞 打在前面 你起碼踢在那裡 你沒有理由抬低頭 如果這樣 傳統一點 我覺得如果 你真的 真的 你這樣就可以 用背脊 打在那裡搏 對嗎 剛才那個呢 我是這樣的 一伏 一發 一伏 一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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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搭 一伏手 一直 退去 一發手 一搭 一直 退去 這就是我自己的 操的時候 操完一次 第二次 將我自己的想法 再加在第二次 第三次操 所以你們覺得自己看上來 或者會很怪 不行 我玩成 有沒有力氣 或者給他見解我